Hello 大家好 我是粗心的土豆地雷 我的网名是粗心的土豆土豆地雷 因为粗心的土豆地雷已经被注册掉了 今天我想拍一下我的徒步的一些装备 就是我徒步那个很大的背包里一般都是背什么东西 因为之前我经常看到有网友给我留言说想看一下 我用什么徒步装备啊 然后我拍照用什么东西然后穿什么 我会介绍我露营装备会从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我的就基础的一些常规的露营的东西 第二个是我穿什么 第三个是我怎么拍摄 还有其实还有个第四个第四个很少就是我吃什么路上 因为东西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列了一个listing 有一个网站是专门可以 就是这个网站我待会可能会看着这个 我老忘掉 这个网站上列好了我所有的东西的重量和价格 每个东西我会说它的优点和缺点 首先第1个是我的背包 我的背包是 我的背包是 Osprey的Castro 48升 黑色的 从我第1次拍视频就是武功山开始 我就开始背它了 它的优点呢 就是它非常的坚固 也非常能装 48升的包 我可以走很多很多天 TNB我走了8天我也是用它的 口袋挺多的 拉链很好拉 缺点就是太重了 它一个包有1.6千克 我之后可能会把我的背包更换掉 更换成 更换成这只 这个是英格兰一个很小的一个 品牌 它是产自英格兰的Leg District湖区手工制作的一个背包 它背包特色就是比较轻 是Osprey的一半 其他的可能还是要等之后 用了之后才知道有什么优缺点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装备就是我的帐篷 我使用的是三分蓝山1的帐篷 我之前有做过视频对比我之前使用的帐篷是 罗克云上双人司机帐 绿色的 我对比过它们两个 当时我只是觉得三分的帐篷 它的缺点就是比较难搭建 后来我经过8天的使用 我发现它的另外几个缺点 第1个就是它的内障和外障 虽然是分开的 但是它们经常会贴在一起 再加上第2个缺点 它的冷凝效果特别的明显 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 你第2天早上起来帐篷里面永远是湿的 因为很难将内障和外障分开 所以帐篷永远是湿的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我不太喜欢这个帐篷 但是也没有办法 它有最大的优点就是轻 它只有900多克 我也买不起那个zpack 非常非常轻的单人帐 所以我就只能暂时将就于蓝山的帐篷 第3个比较重要的装备是我的睡袋 我的睡袋也是国产品牌挪克的 我只有这么一个睡袋 所以我就将就着使用 不管热还是冷 我大部分都是用它 它的缺点是 我觉得老是钻毛 我没用过别的 别的我也不知道 反正老是钻毛 优点就是 优点 优点 我说不出它的优点 我以后可能会把它换掉 换成什么 可能会换成好一点的 第3个装备是我的睡袋 我的睡袋 应该属于是我整个录音里面 最喜欢的一个装备 它的优点是非常的轻非常的小 它的R值非常的高 4.2 4.2 我科普一下就是R值就是代表着你的帐篷可以在多冷的地方睡觉 R值越高 你就可以在越冷的地方睡觉 4.2是非常高的R值了 而且它非常的轻 可以在零下几十度好像睡觉 我没试过 缺点是比较贵 它的价格 是多少 170磅 反正是挺贵的 我买的比较为数不多比较贵的东西 睡眠系统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是 睡袋的内胆 因为我看到网上说你用了内胆你就不用洗睡袋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内胆 这个内胆是棉的 它不是丝的 因为在英国你买一个丝制的 睡袋需要50磅 睡袋内胆需要50磅 甚至更多 太贵了 所以我就买了个20磅的睡袋内胆 它的优点是 便宜20磅 20磅换算成名币 也要160块钱 缺点是比较圆滚滚 也比较粗壮 不太好装 接下来是我的 Cooking System 我怎么做饭在外面 吃饭用什么 我之前 一直都在使用 火芬的这一块 我也是从英国买的 英国买什么都很贵 中国买自己的国产品牌 就非常的便宜 就买了我60磅 我拿不出来了 反正 它就是一个一口锅 有点 有点像那个Joy的那个锅 但是我去TMB没有带它 我以后也不太想带它 原因是 它比较大比较重 而且我并不是需要一口锅 每次把锅带出去 只是煮水 所以 我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我可能以后不会带它了 接下来是我的杯子 我的杯子 是比较有名的 Snowpeak的450毫升单层泰杯 我为什么买Snowpeak的杯子呢 因为在英国Snowpeak不是很贵 不是特别贵 还比它更贵的 它已经就算正常价格的杯子 应该能看出来 它其实有点变形了 原因是我之前一直把它挂在我的包上 有一次在Majoka 我爬山的时候 下一个岩壁 那个比较陡 我先把包丢下去 然后我人再慢慢的爬下去 包丢下去的时候就把杯子压弯了 但是 我去T&B还是带着它 我觉得压弯的杯子比较好看 很多人把它电镀 画花纹 我也看到 但是我觉得 就是使用过的痕迹 是它最好看的花纹 我用它的功能呢 我用它的功能呢 是用来煮水 煮泡腾片 泡咖啡 和它一起使用的也是 是一个火焚的炉头 这个炉头 也是泰制的 它比较轻 火焚的产品 我一直带着它 它的优点是 优点是比较便宜 挺好用的 我没有用过其他的炉头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缺点是什么 还有我的勺子 我特别喜欢我的勺子 我的勺子是在亚马逊上买的 应该是一个中国的品牌 Tito 国内的品牌 因为它上面 写了两个中文 它很长 很轻 很坚固 7.99磅的价格 不是特别贵 接下来就是我喝水的东西 我喝水是用 这个牌子叫Soyer的 我其实不太明白这个字 反正就是店里随便买了一个喝水的东西 它的优点是 它的优点是没什么优点 缺点我知道 缺点是挤水挤得比较慢 其他也没什么缺点 我之后也会把它换掉 它不便宜 也要32磅 我当时买了 这是我的头灯 我的头灯也是亚马逊上买的 其实我没有怎么用过这个头灯 因为我当我买了这个头灯之后 英国就开始进入了夏令市 整个欧洲的白天时间就特别长 我感觉我就用不上它了 它有三个档位 好像不止三个档位 还有红光啊 我记得 反正还有个红光 我现在调不出来 因为不怎么用 我之前用的是迪卡农的 也很好用 接下来是我的登山帐 我登山帐是Black Diamond的Trucking Port 我记得买了85磅 其实在英国我会用它 出了国 就去马尤卡或者阿尔卑斯山 因为需要坐飞机的原因 我没有尝试过把这么长的登山杆带上飞机 所以我和亚马逊商买 买一个折叠式的登山杆 带上飞机 但是我看到 一些资料说 坐飞机就好像不能带登山杆 但是安检 没有扣我 所以我就带着我自己的折叠的登山杆 上飞机 那个已经被我丢掉了 因为走了一个TNB 它已经报废了 买了20多磅 这个 Black Diamond的也挺好用 OK 露营的装备差不多就讲完了 还有一些小零碎的东西 我可能没有考虑到 我之后如果再想起来可能会补充一下 接下来就是我穿什么 我穿的T恤就是短袖 都是Lululemon 短裤也是Lululemon 内裤也是Lululemon 帽子的话 也是Lululemon 我把它 归在一起了 为什么要选择Lululemon呢 因为 我的女朋友非常喜欢买Lululemon 她每次 挑选Lululemon的时候都会 想一下什么Lululemon比较适合hiking 就 挑选她 脑袋里适合hiking的衣服 就买给我 我就穿着 事实证明 挺好穿的 最好能 速干的是比较好的 洗得干得快一点 接下来是我经常穿的那个橘黄色的抓绒衫 它是PATAGONIA的 R1 4-Zip Hood Hoodie还是Hood 少打了一个好像 我非常喜欢那件衣服 因为它很保暖 很轻 干的也很快 口袋也很多 我就是总之 我感觉它非常的完美 价格稍微有一点点贵 它是130磅 我走TNB穿的黑色裤子也是PATAGONIA的 它就是一个休闲裤 hiking其实对这种休闲裤我感觉包容度挺大的 没有任何问题我穿着 但是我的有一件衣服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的充分衣 它也是PATAGONIA的 它是TROILATE的JACKET GOTEX面料它是非常防雨也是黄色的 这些东西我都选择PATAGONIA的原因 我买了第一件PATAGONIA就是它的充分衣 我觉得质量挺好的 所以我之后选品牌也就选了PATAGONIA 就没有特别贵 我冬天穿的长裤是北极湖的一个 看起来像打猎的裤子 那个裤子它的优点是 那个叫什么 口袋非常的多 非常耐刮 但是它需要自己上蜡 它上一层蜡也不防水 听说要上三层蜡才能防水 上三层蜡 我觉得需要三个小时都不止 所以我从来没有上过三层蜡 所以我的那条裤子从来没有防过水 但没关系 它干的特别快 也是一个优点 我还有一件衣服是 这个Sung Hoodie 就是防晒服 我买的是十足鸟 他家的防晒服 好像 这几个月才新上 70磅不是特别贵 但是真的非常好用 白色的 它可以阻挡很多很多阳光 而且它可以包裹 你身上 除了脸的所有部位 我觉得 这是我的手套 我的手套是随便买的 亚马逊上买了个手套 手套对我来说的作用 第一个是 特别冷的时候需要它 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第二个就是 就是爬一些很 分立的 就是有些 也不是分立 就是有些岩 岩石上会长那种带刺的草 但是你那个时候 又必须得用手去 扒拉那个墙 不然你会掉下去 所以你必须得戴上手套 不然手就会被刺 刺疼死了 我经常就被刺 我的羽绒服是 是迪卡农 他家的羽绒服 叫49磅 迪卡农非常的好 因为非常便宜 我看过一个国外的博主测评过 三款羽绒服就长得差不多的 羽绒服那种很薄很轻的羽绒服 反正有一个是350美金 还有一个是299美金 还有49美金 还是49磅 最后博主得出的结论是 他们两 他们三基本没有差别 只有不到10克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这个 没必要买太贵的 接下来是我的鞋子 我的鞋子穿的是Hokas BGO 5 它的特点是非常非常的轻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大负重 就是10公斤以上 或者15公斤以上 你穿这个鞋子 你需要适应两天 因为我一开始背的包 差不多17-18公斤 用它走路 第一天是 其实不太好受 第二天也不太好受 特别是下山的时候 我感觉前面总是顶着脚 但是后面又走了几天发现 我好像习惯这个感觉了 就也没事 所以我觉得 也许不应该背太重的包走 穿这个鞋子 也可以选择登山鞋 登山鞋它更重一点 但是登山鞋对脚的保护比较好 说完鞋就得说袜子 其实我在袜子上花了挺多钱的 我 一开始买的袜子是脚smart wool 我看很多人都在穿那个袜子 这是牙毛袜 但是我走完 Majoka90公里之后 我发现穿那个袜子脚上 还是很容易起水泡 所以我就买了一只 越野跑的袜子 人家说穿这个 是专门用来防水泡的袜子 品牌是 Balaga 好像是16磅 不到20磅 一双袜子 非常贵 其实一双袜子 卖个100多人民币 其实太离谱了 但是它真的可以让你脚底 这是脚底不起水泡 脚的侧面可能会起水泡 但是脚底起水泡 但是比较难受 侧面无所谓 我觉得 我就选了这个袜子 还有我的拖鞋 我的拖鞋是最简单的 迪卡龙的拖鞋 4磅 非常的轻 但是质量就很 一般其实 对 这是我的墨镜 Rudy的一款墨镜 其实挺贵的 它要80磅 我之前一直想买一个 便宜点的墨镜 因为我总觉得这个 没什么技术含量 然后一想 我在Majoka的时候 就是因为太阳特别特别大 晒得我两眼发花 所以一只眼睛一直在流眼泪 所以我就想买个好一点的墨镜 我比较喜欢这个墨镜的 看起来的碳纤维材质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碳纤维的 还有它的红色的 镀膜 最后穿的就是我的袖套 我的袖套也是迪卡龙的 我用它就是来防晒的 在我不穿十足鸟那件防晒服的时候 我会穿一件短袖 然后套一件袖套 它会把我的胳膊全裹起来 太阳是真的很大 有些时候 就是这里没裹 因为我懒嘛 热 我就把它袖子就敲起来了 敲起来之后 然后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就晒伤了 所以我这个手 我可能看出来 我手是一个三色杯的感觉 不同的颜色在上面 就是有些地方没裹上袖套 就晒伤了 还有一个忘说了 就是我的手表 我的手表是Garmin Instinct 2 Solar 太阳能的 其实太不太阳能也无所谓了 待机时间差不多我觉得 它唯一的功能就是GPS的定位和导航 其实它就没什么功能 看看时间是什么的 可以让我在野外不迷路和手机起用 其实我最开始试用的是它 我用它的功能也是GPS和导航 就和它重合 但是它有一个 它每个月如果付十几磅 你就可以发十条短信 无论在哪里 无论有没有信号 你只要露天环境 你就可以发十条短信 给任何人 十条短信之后就要收费了 它也能导航 它也有一键求救功能 就是SOS 1i 就会有 可能会有直升飞机来救你们 我没想过 名字叫 阿嘎明的英rich mini 现在出了第二代了 接下来就是我用什么来拍照 首先我用的是 相机用的Nikon Z62 现在正在拍摄的就是它 所以我没法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它非常的好用 首先我买它的原因是 听说它Nikon的三房租的很好 我的相机经常就是和我一样 就是淋湿 然后放在地上 就泥土 反正乱七八糟的 各种环境都有 所以我要它永远不会出现状况 事实上Nikon确实从来不出状况 镜头也 镜头 镜头就不拿出来了 镜头用的是Nikon E430 F4 F4的光圈基本够用了 然后它这个焦段也能覆盖所有 路上你想拍的东西 除了你想拍长焦的 那你就得另外带一颗 那重量 就上去了 加起来价格挺贵的 那没办法 接下来就是我的三脚架 我三脚架是马晓璐的XT15 我从国内转运过来的 我之前用的三脚架也是现在正在用的 是来图的2828什么来着的 其实来图的那个更好用一点 它非常的稳 然后很粗 280 286 我不太记得 从来没有摔倒过 但是因为那个太重了 由于我是把我的三脚架挂在了背包的挂 灯山杖的地方 所以不能特别重 你们能看到这个已经快坏掉了吗 就是挂了 挂灯山杖用了 所以我一旦用了特别重的这个三脚架之后 就不太方便 所以我就买了一台很小的 这个它非常的轻 我用它 用它之后的相机摔倒过两次 镜头这边磕了一个小口子 但镜片没坏 但是我还是一样让它 因为它真的很轻 相机上还有一个麦克风 我就不拿出来了 就是罗德的一个 就是最基础的一个麦克风 加一个防风筹 一个毛球球 还有我的无人机 我的无人机是DJI的L2S 再加上三块 机身里装一块电池 再加两块电池 但是如果路程超过四天 或者三超过三天的话 我会选择带上充电器 基本就可以应付所有的情况 那个直升 不是 那个无人机非常的好用 我觉得 风很大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还有一个我经常带 但是用的最少的一个设备 是GoPro9 我每次都觉得我会用它作为拍一些很 刺激的镜头 但是从来没有用到过 因为每次想 在那种非常刺激的镜头的地方 我都懒得拍 我都想赶快走过去 不要拍了 所以我以后可能决定不会带它 用手机拍 接下来是一个小零件 它非常的有用 它可以帮助我把相机永远的挂在我的胸前 我拿的时候就不用把包拖下来 Pick Design的Capture Clip 我买了两个 因为我之后换包了 换包了之后 我没有办法把三脚架挂在 包的前面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 把三脚架可以挂在包的前面 会方便一点 这个小东西挺贵的 好像 人民币是600多块钱 还有一个我一直带在身边的东西是 这个 它是补光灯 因为我在我的设想里 我会在帐篷里拍一些东西 或者在暗暗的地方拍一些东西 但其实每次到帐篷里之后 我都累得要命 也拿不出相机 很多情况用不上它 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可以 它可以变色 它可以变成乱七八糟的颜色 很好玩 有一个东西我忘说了 它是 袋子 Sox 我不知道它具体怎么 压缩袋 这个是三分的压缩袋 这个是三分的压缩袋 它可以把气给 给出去 所以我会把我的一些衣服啊什么都放在这里面 把它压得很小 这个是 C2 Summit的 压缩袋 我也会把 一些睡觉东西都装在里面 主要装箱我会尽量让它怎么说 磨快化 把东西先放到小的袋子里 再把小的袋子放到我的背包里 这样我找东西的话 比较容易找到 然后下雨我也不是很害怕 因为有他们帮我保护 我的吃的 然后电子产品 然后一些药 都会放在这些 小袋子里 C2 Summit比较贵 一个 好像要 一个好像要10磅我记得 还是个位数 反正不太便宜 OK这基本就 我常规录音东西都讲完了 就讲一下我路上吃什么 我会带 很多那种 冲泡的干粮 就是你把水烧开之后 把水倒到那个袋子里等10分钟 但是期间有一个你非常要注意 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之前 一定要把它的防腐剂拿出来 我每次吃都会把防腐剂 一起泡在热水里 然后吃 吃完了才发现 抵消一个防腐剂 所以一定要拿出来 除了这个我还会带我的 就楼下扣买 就是便利店 买一些类似于 视力架的能量棒 我不会全部都买一种 因为 我有一次只买一种 吃了三天 还是吃了两天 我再也不想吃 当时买的是视力架 我就很久没有吃过视力架 所以尽量买不同的种类 我想我就基本讲完了 我露营的这些东西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或者 想看一下 具体的哪一件装备的一些评测啊什么 可以留言给我 因为我也不太知道大家想 想干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我用了差不多一年 每件东西我都用了好多好多次 之后 才得出的一些结论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一期视频 我是粗心的土豆地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